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說的是我的第一台機車 Suzuki GSR125 在當時滿街都是近戰GTR跟G5跑的年代 我那個時候有一點叛逆 心裡想說不想跟別人一樣 所以就選了很冷門很冷門的GSR 一開始我是被他的廣告燒到 一台GSR125衝出睡覺之後變成大阿魯 而且我記得當時那個年代 是雙避震剛出來沒多久 所以比較主流的車款都是雙避震 而GSR125的是單避震 我記得當時我還被話說 說單槍可以做的跟雙槍一樣好 那何必雙槍 不過流行總是來來回回嘛 現在又回到了單槍比較多的年代 記得我那個時候買價格大概在6萬左右 只有我現在KRV的一半 然後使用了十幾年 所以我真的覺得其實台零的車子可以考慮 麻煩的點就是騎不壞 會選擇GSR的一大點就是 他有同級車最大的置物箱 放兩個四分之三安全帽是沒有問題 這點在當時就很誇張了 拿來現在看更是誇張 現在的旗艦車款 每一個都在比車廂小的 我也不知道在比什麼意思 而且其實台零那個時候還蠻用心的 我記得會定期舉辦北中南大會司 所以我小弟就參加過北部的大會司 而且還抽中兩個安全帽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戴這麼多安全帽回家 至於後面呢 我想到一件事就是 我買了沒多久之後就出了NAS 還是雙槍的 可能打臉前面的我 反正說到最後 你如果問我推不推薦 Suzuki的NAS 或者是GSR 就算在此時此刻 我還是很推薦 你當一個買菜車或者是上下班通勤車都很適合 車廂大 而且車子也不容易壞 就是簡單好騎 說了那麼多 其實這台車還是有缺點 如果你是喜歡熱血抄架 或者是喜歡跑山 這台車明顯動力不足 馬力也不是特別強 改裝的空間 另外也沒有比其他的熱門車種像是近戰 加上這台車的傾角也不是算特別大 你只要動作大一點 就是磨測群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照片 我的車子就是被磨到不爽 直接拆測群 不過 GSR也已經停產了 但對於我個人來說 GSR還是比後面的NAS好看很多 雖然我最後的前面版改成初代NAS的樣子 但我其他的地方還是保持GSR的樣貌 以上是我的GSR小心得 也很開心他陪我這麼久 好啦 之後再來說說其他機車的故事 好了 我們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